还手执刃 当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估计在讲本视频也该介绍还手刀了 这一定是一把断掉的还手刀 可是很不幸它本来就这么短 这种长度放到现在 甚至没达到管制刀具的标准 它的名字其实叫做书刀 金马书刀 国家二级文物 藏于良宁省博物馆 长度12.25厘米 宽1.37厘米 刀背最后处0.44厘米 后面的环耳直径3.2厘米 刀身的一面装饰有错金马文 另一面刻有一行错金名文 名文我们稍后混在讲解里面一起解读 还是优先介绍文物的作用 它其实是一件文具 过去在竹简上写字的时候 如果写错了 那就用书刀刮掉一层接着写 书刀 毛笔 竹简 是那个时候文书官员的必备之物 刀比利的称法就是这么来的 停一下 在上个视频中我们介绍了墨书纸 本期出现的书刀又是怎么回事 那就看看名文吧 永元10某年 这是东汉汉和地时期的年号 总共使用了17年 从永元11年到永元17年 对应的时间是公元99年到105年 也就是这把书刀可能的制造时间 而蔡伦是在元新元年 上书给汉和地 称他改进了造纸术 元新是跟在永元后面的年号 从105年4月改元 持续8个月后再次改元 因此这枚书刀被制造出的时候 恐怕蔡伦兄还在进行着 一些行为比较独特的实验 而且从汉墨到三国 竹简还有其他的使用场景 这个在我以后讲长沙走马楼 武简的时候会提到 回到明文后面的部分 广汉郡公关 这是指汉朝时期政府在益州的 广汉属郡两郡设置的公关 也就是大型国有设备制造厂 为朝廷生产特供产品 其中书刀就是广汉公关的拳头产品 时常会被皇帝当作赏赐给朝臣的小物简 因此广汉造的书刀数量还相对比较多一些 在三国志大展上的这一把原本就是民间收藏 后来交给了辽伯 除了这把之外 在晚清古文字学者罗振宇所著的 曾葱唐几古仪文中 还记载了三把金马书刀的名文 我又很轻松地将这些名文都找到了 将四段名文连力对比 可以互相补完一下 金马书刀在东汉的名称 称为萨链书刀 后面会跟着其制作工匠 质检员 责任人等一串名字 那么在三国志大展上的名文 后面的部分就代表制造着这把书刀的工匠 叫做某梗 搞不好它还附近手工